在几个月又是毕业季 新一批的新鲜人即将踏入社会 根据统计 近七成求职者恐惧面试 最常见的恐惧症状有思绪不轻 面试口疾 身体发抖 一讲话就脸红等等 无意不影响着求职者的面试表现 调查中 1成4受访者曾因恐惧临阵退缩 5成3受访者勉强能接受面试 仅有三成一的人认为自己 可以控制恐惧心态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 求职却鲜少出现在学习范围内 许多学生像无头苍蝇一样自己摸索 毕业在即才紧急恶补求职力 不过其实有些学生及家长 早在选校时就有所考量 如果你想直接就业的话 也是很方便 因为它有很多方面 还有很多团队可以关注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未来很有帮助 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 你的就业市场会在哪里 那就业市场是最大的考量 再来就是说 在念的过程当中 关于这个学校 它的课程的安排 以及它的师资 许多人不惜到海外留学 浸泡在全英语环境 就是为了有更强的竞争力 许多国外知名大学 也纷纷到亚洲广市分校招揽全球人才 帮助在学学生打通未来求职路 举办各类就业辅导 像这家大学 他们就这么做 每年毕业的 临近毕业的时候 我们会由我们的就业部门 举办一系列的就业的一些 招聘会和一些宣讲会 进到我们学校的都是 全球500强的企业 所以他们等于在校园里面 已经有获得很多雇主的接触机会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 很多学生就是在在校期间 就被优秀的这些企业 已经提早录用了 就业之路从大学选校 就有着关键影响 像英国诺丁汉大学 中国分校 澳洲蒙纳许大学 马来西亚分校 美国大学 开罗分校等等 看见了各地学子 追随国际化潮流的渴望 让学子无需漂洋过海 也能在本土就接受到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资源及体验 打开通往全球时代的大门 记者全民生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通往全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盜 订阅 转发 打开通往全球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开通往全球